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属的太平洋论坛的资深研究员唐纳德·格罗斯是对华务实 美中两国如何避免另一场冷战艺术的作者 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说介绍他的新书时 呼吁美国摒弃对中国的务实 与中国发展双赢互惠关系 格罗斯表示他是由于不满小布什政府和第一任奥巴马政府采用的强硬军事政策和贸易政策 才写了《对华务实》这本书的 As you recall, during the first term, the U.S. announced a pivot to Asia with a heavy military component and also took a very assertive policy vis-à-vis China on trade issues So my critique of American policy was based on two fallacies that I identified One, that the U.S. was threatened from a military standpoint in a significant way by China And second, that China's economic rise was occurring at the exp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格罗斯指出,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远远大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 美国的军费开支大大多于中国 美国的军事技术远远领先于中国 而在经济方面,美国的地方保护主义者呼吁阻止中国产品服务和投资进入美国 但事实上,中国目前是美国产品和服务的最大增长市场 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 格罗斯还提到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期里的对华政策有了很大改进 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不错的个人关系 美中两国现在可以讨论一些更严肃的问题 包括台湾、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争议 格罗斯曾任主管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的前美国国务次亲的高级顾问 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立法事务方面的负责人 不过格罗斯的新书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一些争议 比如说罗素投资公司的拉雷兹就对他的经济政策提议不屑一顾 他建议说格罗斯应该到基层了解一些进出口贸易的基本流程和规则之后 再来谈自由贸易 那么我们今后将会继续为您关注美国各界对美中关系的不同解读 希望您到时候能继续收看 BOA卫视方方纽约报道